一名男子把機車停在路旁 當場大罵 不論女騎士向男子道歉 還是一堆民眾上前當合適了 就是止不住男子的火氣 男騎士甚至拔鑰匙 怕女子離開現場 因為時間剛好是星期六 也是人潮非常多 許多人來來往往 目擊到整個過程 大家都紛紛停下腳步觀看 宜蘭縣東山夜市的路旁 12號晚上 一名富人帶著小孩剛灌往夜市 準備騎機車離開 沒有注意交通靠置 就違規紅燈左轉 男子騎機車剛好要經過 兩台車差點撞在一起 男騎士當場欺詐 想女子理論 等到警察來處理以後 雙方面誤會講清楚 各自認為沒有受害 各自離去 雖然最後是和解收場 但是強制把別人要吃的行為 其實已經構成強制罪 提醒民眾遇到行車糾紛 應該理性處理 請警察來幫忙 以免因為衝動 而不小心赤上官司 TPS 新聞檢大 聰明 蕭文燕 再幫我們報道